男子机车后座载着一名女子 两人经过一间礼法店前 男子竟然随手偷拿一辆汽车上放置的安全帽 把安全帽交给女子戴上 原来这名女子是她的女同事 因为身体不舒服 两人下班时男子自告奋勇 发挥同事爱载她回家 但因为只有一点安全帽 男子竟然心生歹念 载着女子经过台北市中正区时 居然随手偷走放在礼法店外 路边一辆机车上挂在后照镜的安全帽 这点安全帽价值2000多块 安全帽的主人下班要骑车回家 发现安全帽被人偷了 气得报警处理 但也来听警方说明 警方针对犯嫌特征 循现顺利起扣犯嫌 全案依窃到罪送台北地检署侦办 警方逮到偷安全帽的男子后 将他依窃到罪嫌送办